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ED学院推出的 Android高级UI控制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系统控制 Progress Bar 实现各种效果的原型进度条和水平进度条 根据前面的学习思路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要编写的实例程序的运行效果 实例程序的运行效果如该图所示 上面是具有小中大三种大小的原型进度条 再接下来是具有一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 然后是具有两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 该具有两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下面有两个button 当我点击增加进度的button时 具有两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的两个进度 就会同时增加10%的进度 当我点击减少进度的时候 具有两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的两个进度 就会同时减少10%的进度 最后我们可以为整个进度条设置背景颜色 以及为一级进度条和二级进度分别设置背景颜色 通过该实例程序可以得知 进度条分为原型进度条和水平进度条两种 原型进度条又包括小中大三种样式 水平进度条又分为只包含一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 和包含两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两种 接下来我们就编写一个demo 我们新建一个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 Progress吧 com.mesedu.activity 我们先创建三个具有不同大小的原型进度条 首先修改布局文件 改成LinearyOpt 改成LinearyOpt 这个把它删掉了 改成LinearyOpt 我们定义三个文版 我们定义三个文版 分别是圆形进度条小 原型进度条小 原型进度条小 这个固定是中等大小的原型进度条 中大 第一个的话是小的 接下来定一个进度条 progress bar 它的布局宽度 是wrap content 布局高度也是wrap content 它的star 是问号开图android progress bar 大家看进度条的样式有很多种 如果要显示较小的进度条就有三种样式 这里我们选择其中一种small 另外两种大家可以回去试着试一下 看是什么效果 雷雷雷雷雷雷这个方向我们没有定义 同样我们再定义两个进度条 一个是具有中等大小的进度条 还有一个是 具有最大大小的 辣植的进度条 好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好 这样具有三种大小的原型进度条就显示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再定义水平进度条 先定义一个具有一级进度到水平进度条 我们还是拷贝上面 这里规定一个 与上面的一个间距吧 50dp 它的文本 我们先定一下 水平进度条 和 Risental Easy One Level 下面是两级 一级进度条 它的样式 Progress Bar Style 水平 宽度和高度 都是Rap Content 宽度我们定义为MessParent 给它定一个最大值 比如说是100 这个最大值是随便规定的 再定义一个当前进度 比如说是30 接下来是具有两级进度的进度条 这边改成2 Levels 布局宽度和高度 与上面的相同 有一个最大值 有一个一级进度 还要定义一个 两级进度 Secondary Progress 两级进度我们定义成60 在势力程序中 当点击Button的时候 这个进度条的进度就要增加或减少 所以我们再定义一个ID 在程序中把这个进度条拿到 再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再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好 两个进度条都显示出来了 接下来再定义两个Button 宽度是 REP Content 高度 也是REP Content 它的 方向 水平 里面有两个Button 先定义一个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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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on1吧 宽度和高度我们把它拷过来 看到文版 我们先定义两个文版 增加进度 而减少进度 而减少进度 而且 我先记得 先定义一个ID 第1个Button的 文版 先定义一个ID 再定义一个ID 再到文版 用下锯 则在进度 这一段 一段 撑压 最后 第二个button button2 减少进度 然后我们 在activity中 定义button的点击事件 首先要把两个button和 就二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栏到 button m button1 m button2 然后command shift加o 组织导入 再定义一个progress bar progress bar水平的 在oncreate的方法中先把这三个空间拿到 m button1 就等于 button 方的 我又把id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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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点击的是第一个button 通过先得到ID进行判断 如果点击的是第一个button 那么我们只需要让这个就二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 它的进度增加10%就好了 increment progress by我们每次增加10 因为它的最大进度是100 所以我们每次增加10 这样就每次增加了10% 这是一级进度 同样二级进度 increment secondary progress也是by10 如果点击的是第二个button 这样就调用 也仍然是调用这个方法 我们增加负10 也就是说减少10 这样就减少了10% 好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点击增加进度 可以看到一级进度和二级进度同时增加10% 点击减少进度 一级进度和二级进度同时减少10% 最后我们为一个具有二级进度的水平进度条设置背景颜色 先修改一下布局文件 我们把上面的具有二级进度的进度条 拷购一份 ID删掉 我们设置一个跟上面 linear layout的间距 Leal Margin Top等于50dp 如果我们想要为整个进度条 以及一级进度条和二级进度条都设置背景颜色 应该怎样来做呢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可以定一个xml文件 这个xml文件的根元素呢 是一个Leal List 因为这个ProgressBar 它是系统提供的空间 因此对于整个进度条 以及一级进度条和二级进度条来说 系统已经给它推定了ID 我们只需要为 不同的ID指定不同的背景就好了 因此 我们需要先定一个xml文件 我们定一个droid文件夹吧 定一个xml文件 就叫8color.smr 根元元素 根元素是Layer List 我们拷贝一份命名空间 其中有三个item 其中呢有三个item 三个item 整个进度条 有一个固定的ID 就叫 就叫Android 就叫Progress 就叫Progress 然后 格式化一下 因此对于每一个进度条 我们只需要再设置一个背景就好了 按据的据据 我们先拷贝两份关 紧边加上用这种形式吧 三种背景的已经帮大家做好了 我们拷贝过来 这里是引用 Joybal 笔记 这个是Joybal Progress 最后是Joybal Secondary 我们在布局文件中只需要指定为刚刚定义的这个ASMR就好了 按Joy的ProgressJoybal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运行效果 整个进度条它的背景是黄色的 按说一级进度条和二级进度条各有一种背景颜色 可是这里只显示了一种背景颜色 大家想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好 我们看这个我们定义的ASMR文件 因为整个ASMR文件的根元素是LayerList 也就是说它是层在层结的一起的 因此我们要把第三个和第二个换一下顺序 这样的话 最下面是整个进度条的背景 再上一层是二级进度条的背景 再上面是一级进度条的背景 也就是说整个背景 整个进度条它的背景是最长的 接下来呢 是二级进度条的背景 相对较长 最短的是一级进度条的背景 这样层在一起 才能显示出我们最初看到的想要的效果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大家看 这样是不是就得到我们想要的显示效果了 本节课就为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